雯年管理政府 今天的委託分選基金會 在雯年國中基盤第一條的選擇活動 還會受到家暴的家庭生存 勇敢走出來照顧才是創顧 改善家庭的經濟 今天這場活動主要是 印尼縣政府要鼓勵 曾經有家暴的一個家庭 或者是現在呢 有這種情況的一個家庭裡面的人 能夠走出來這個擁抱工作 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的這個家庭呢 其實夫妻之間的一個爭議 大部分都是因為金錢有關 那金錢的部分呢就是需要靠工作 這個才能夠有所這個改善 既然副度主要和創業的活動 除了邀請主要學務詞的情緣 來提供主要的資訊以外 還會邀請進來分享創業的經驗 下午的課程我們都會安排創業成功的人 然後呢從他們在分享經驗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這個創業的人呢他們為什麼會成功 他們經歷過哪一些的一個困難 粉絲經驗非常強調 家庭保理大部分都是因為情緒控制不好使 所以他們的朋友有這種困難的人 為了家庭和主機 要好好控制自己的脾氣 我們知道這個家和萬事心 那如果我們想要經營家庭的話 那首先就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情緒上的一個控制 那當我們情緒良好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思考很多的問題 那為自己的人生在做規劃 或者是為我們的家庭子女做規劃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穩定我們的情緒 控制我們的脾氣 那從中呢來發揮我們的潛能 那相信我們可以找到我們自己的一片天空 歡迎光臨這項巡迴選擇華黨 農總有六張 從來還會在塞磊、豪衛和北港 以及島南和麥寮幾乎 歡迎有需要的民族悠悠參加 記者以名為曹王報道